欢迎来到大鹏的肉 今天我们带来日本美女 Sashimi 中国美女刘轩 在Hustler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刘轩今天的着装很素雅 十分具有东方美 桌上的忙碌级别是小忙十刀 双弹忙二十刀 刘轩的其实代入是一万美金 是场上的马良冠军 Sashimi的其实代入是两千美金 标准的一百个大忙后手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手牌 哇这个可以的 但是没有Sashimi好看 有什么说什么 我说的是17这手牌 对我说的是牌 好 还没了 好尴尬 DK拿到了五六杂色 DK很喜欢和美女们打一张桌 他基本上是一个 说散财童子有点不符合他的岁数 排场慈善家吧 总是送啊 他的起手牌质量真的是非常差 打法也是非常的莽撞 好 Bank拿到了Asus 三败到四百五十刀 DK的五六选择了Core 这个手牌范围就过宽了 刘轩的勾圈童花 选择了Core 这手牌有坚果范围的优势 可以进来撞一下 翻牌四五三 哇 DK还有一个机会啊 现在拿到了一个带顶队两头好顺 直接推了All-in 那刘轩选择了Full Bank的Asus是超对 这个Asus一般来讲Full不掉 DK推出来的也不算特别多啊 不到两千刀 上来第一手就是刺刀剑红 直接推All-in了 选择了Core 才是来到了五千三百刀 看鞋商跑一次还是跑两次了 可以啊 面对Asus这手牌胜率并不低的 没关系的 这手牌只要不遇到六七就可以了 不要终于带的 转牌一张红心十 牌面出花了 但是两个选手都没有任何击中 合牌一张K 那这样的话Bank成功收持 鞋商跑了一次啊 牌场慈善家上来第一手直接被清掉 那这手主要的错误在于翻前七手牌质量太差了 枪火加二位拿到五六杂色可以不入驰 入驰了以后面对三拜也是可以选择Full的 结果是选择了Core 翻后的话 拿到一个带顶对两条毛顺 那直接推掉也是没有问题 翻后的处理倒是正常的 只是差一点运气 Hachek为选手拿到了A9杂色 这手牌在中后卫可以玩一下 在前卫的话就算了 好选择了Full Kartoff为选手拿到了A5杂色 也不玩 南牌手纷纷弃牌 哇斯 生米拿到了勾勾 诶 这个下注方式很奇怪啊 感觉很潇洒 但是给了和关一些工作量 直接推了O1 Core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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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Core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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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的32扣不动啊 这手牌扣进来纯是娱乐 纯是有除了打牌以外的目的啊 No it's 2K NINETINK 你要有其他的目的 我和我的兄弟们真的是不答应你啊 Like one buckler you know 这个32童花也要进来call一下吧 那这个纯支付美女啊 我觉得DK推出来的他绝对不会想的 好亮出了自己的23童花 选择了Full Sashimi成功收持 这个牌如果是我打的话 我不一定会Full 真的我要后手马量带入2000美金的话 我可能就call一下了 如果是Sashimi推出来的 刘萱推出来的 我接一下没关系啊 DK推的我绝对不接啊 这位应该也是日本选手 Cutoff 选手拿到了一圈杂色 这手牌正常的打法就是开始加注啊 Toffo wakes up with his first real hand here Big chick Ace queen Oh Sashimi又推了 这次推的更狂野 没看到Sashimi拿什么牌啊 刚才是勾勾 那这手牌应该是一个勾勾左右的牌了 Sashimi拿到了AK 拿到AK的话 后手马量是100个大盲左右 直接推掉是没问题的 可以接受啊 A圈选择了call 这手牌面对all in的话是一个鱼扣啊 A圈真的是鱼扣 Sashimi推all in的牌有 Ace queen Ace queen AK 这个最差最差会给个A圈童花啊 这里一圈童 A圈杂色是不赢任何手牌的 但是选择了call 翻牌 勾2A 那Sashimi压制A圈 我们来看转牌有没有圈 转牌一张9 非常安全 我们来看盒牌 只要避开圈Sashimi 马量就翻倍了 上来直接是先翻一倍啊 盒牌一张红新石 我们恭喜Sashimi 成功收持 这个A圈纯支付 这种交应啊 A圈真的是不能接的 你拿一个5-6去接啊 我觉得都比A圈要好 A圈啊 K圈啊 K勾这样的牌 是很容易被all in统治的 一旦被压制就很麻烦 拿一个27同花去接 都比这个情况要好一些 Tafo 但是这哥们怎么想的 咱们不知道啊 肯定是有场外的一些想法 反正我能理解啊 就是真的 我如果拿一个A圈的话 我能follow掉 但是你让我拿一个23啊 27这样的牌 就是说我既然要玩 我纯娱乐 我就告诉你 我纯娱乐 我拿2000美金 给你跑一下 就跑一下了 我能理解啊 真拿A圈的话 我会follow掉的 就这个牌打得像实战 如果拿27啊67这样的牌 去接你 更像娱乐 就告诉你 我送你啊 这种牌 Sashimi收持了以后 也不太感谢你 好 Bank拿到了 圈四杂色 怎么也call进来啊 手牌质量是非常的差 96方片 也是选择了call 三位选手打翻后 翻牌 10 8 2 两张草花 Sashimi的A10 是顶对顶踢 下注230刀 Bank的圈四 这手牌成长性很差了 只有一个圈 是一个后门顺的想象空间 我们来看96 96一个卡七的顺子听牌 除此之外 也是没有什么好的想象空间 加注出来 那这个打法是很正常的 去世对手气排率的红利 做一个战 Sashimi应该能扛住啊 这个翻牌面还是相对比较干燥的 没有什么太多两队的组合 只有一个18的想象空间 像12啊 8啊 几乎是没有的 Sashimi又推了 真硬啊 Bank的圈四 Four料 到96同化 卡七的顺子听牌就别接了 这个没什么好考虑的 Four料 Sashimi成功收持 Sashimi的起始代入是2000美金 现在已经成长到了6050美金了 翻三倍啊 Four料 Sashimi的手牌流圈拿到了20杂色 选择了Ko进来娱乐一下 Bank拿到了Asus天线宝宝 尽管我无数次拿到A并没有收持 而且是有很多这个故事啊 但是我依然喜欢 翻牌4K7 小毛卫选手的牌没照到 选择了货 到刘萱的对子 下周梁买刀 Bank的Asus会觉得刘萱手上是一个代K的组合 只是选择了Ko 慢打 这个Asus做加注 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发9杂色 圈2 负料到刘萱 刘萱 刘萱这里是被寒入了 那转牌一张方片圈 看刘萱还要不要再打 选择了货 没有去执着于这个彩石 现在彩石是920刀 我们来看Bank 下周700刀 冲一个代K的组合要价值 但刘萱只是一个27 刘萱选择了扣 我们来看合牌有没有二合七 合牌一张K 牌面发出了两张K 这里这张K击中了刘萱的形象范围 这里没有打 Asus估计也不敢打了 刘萱如果打出来的话 这手牌是有机会收持的 翻后的话刘萱打了一条街 然后对手选择了扣 他是在你堂自己的牌里 然后转牌的话 对手打刘萱选择了扣 合牌出一张K的话 刘萱可以打出来的 Bank我们来看下周多少 下周2300 刘萱如果能打出过牌加周的话 这手牌稳稳地收了 这手牌刘萱看敢不敢打过牌加周啊 这样打的话确实也非常冒险 但是我觉得能收 我觉得能收啊 没有问题的 刘萱问你有没有诈呼啊 对方说没有啊 好刘萱选择了负好对手 亮出了自己的底牌